農委會基盤到百大 成龍標杆標榮電裏 今年有八十六的人立選 今問有農民用股的白食物 來綠繁經濟 中華有請兩家農民說 要將賺的立選 來跟家務作為分享 手上拿這顆日本品種的哈密瓜 是成龍 丹教委 經過兩年失敗 這裡還在臺灣成功種出來 一顆要八百塊 他在農委會戶桌到保祖基哈 現現地貝溫性也真正在乎的技術 而且要用請小孩大學的心情 正出只有十片的規矩 用愛心來做農的 還有優先啟用兩家的陳育雄 他的家人介紹是一半家人的三杯 他說采用放牧 讓雞婆最好的環境 住於活動 三年雖然對不到鴿子龍勝散的 但他願意跟李孫甲雞婆來奮用 因為賺大錢不是作農維伊的目標 看到雞快樂 那雞生雞蛋也來回饋我們 那我覺得這樣的循環是正向的 那我在養雞的過程中是快樂的 這才是我最大的收益跟收穫 李季蒙飼肉的丹玉家也實現優先 動物和土地的理念 以初放來吃 讓牛仔吃酒 頂火收回來就走 還有自己情的目標 有的白色物 又回到農產來作比 牧草再回來再養子牛 形成一個循環的一個循環經濟 然後也這樣子是友善大地的一個行為 在農委會既行百大青龍標竿標用的電力 包括這三的財產 今年總共86的青龍入選 變成二月三十七歲 到日吃貨的工作耍心甘整緩 在學習經驗的路上 青龍也一直自己增加理念 回報回到土地 記者 林中龍上台報告 迷人在船台報告